订阅,欢迎订阅 发行订阅 订阅还不赖 订阅 发行订阅 订阅 认阅 大家好,我是阿彭 今天好腰哦 拉一坠水出来 哎呦 躲一下 这个太阳太大了 热的 小薛不要坐了 快点 过来躲一下 干嘛 太阳太大了 太热了 没坐完也不管了 快点 人家受不了 干嘛 躲一下太阳 太大了 那个太阳 晒得黑妈妈的 害怕什么 做农民也怕黑 不是 你是一晒黑了 那你就好像很老一样 多老啊 多老 那你看我像50岁还是60岁 看人生30岁 30岁啊 你叫乱叔 30岁 那你有没有了 60岁了 看什么玩笑 是啊 别人都说拿着60像一极花一样 那你看我像不像一枝花 像豆腐炸了 像豆腐炸了 你这个在乱叔 我这确实不像一枝花啊 人家说30一枝花 你看60还一枝花 可我总感觉我自己像一枝花一样 尽力感觉 是啊 因为我种果嘛 养牛吧 卫生条件是差了一点 嗯 那你不会搞干净一点啊 哪里搞得干净 因为我每天和牛草啊 牛是打交道的 擦的方便脏一点吧 那你去喂牛的时候 喂完牛可以另外换他的衣服 这样子就干净了 因为我不像别的长得帅的那种人嘛 是不是 因为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他们都是擦一点粉啊 或者是什么的 还擦防晒霜啊 还戴太阳帽啊 这种的 我都不擦粉 它长得好的一点 肯定要擦防晒霜嘛 我都没擦 擦一点肯定好了 擦就好一点嘛 所以我和别人就不同 是不是 那时候长得帅的一点 它只是表面都像一枝花 其实我们都是内身像一枝花 你看我的身体多壮 是不是 内身像一枝花 因为我早上六点钟就起来割牛草 这种割牛草 所以就起得特别早一点 其实我早上我就是 把那个牛草拿回来喂牛 以后就吃饭 再给牛喂一点水 那牛不是自动喝水了吗 又不要你喂 你要开着水给它喝啊 那不是接到水龙桃直接它喝的 就像你喂鸡那个一样了吗 你要放好水给它喝 以后就没事做了 你活着都不用理了 没事做了 是啊 有时候我就不用住室了 乐意出去吹吹牛啊 以后找它们捞磕捞磕啊 吹牛累了就回家睡觉 那么辛苦吧 怪不得 是啊 以后再看一下手机 那你就自己吹牛吧 我走了 吃死了 哎呀 到中午煮面条吃不 又吃面条了 那吃什么 反正我总是要吃面条的 放一点肉啊吃面条啊 因为我蹲蹲离不开肉的 我那里那个鸡肉啊牛肉啊 还有养的那个土鸡土鸭啊 都在奔箱里 对对我都离不开肉的 对对我都离不开肉的 记得去吃面条吧 我一天都是这样子 一般等下到下午也要喂牛 喂好牛呢 再做一晚上就做一点好吃一点的 今天应该做个绳子炒大吧 再炒一个撑下 有时吃的太早了也不好 吃太早了晚上又睡不着 睡不着有时太早的话就会坐车到街上 溜达溜达一下 以后再到那个广场去看那些 那些那些美女跳跳舞啊 那种 她们跳得很好的 她们有时跳那个舞 看着也很好看 这些街上人都是这样子跳的 那个脚这样子 这样子 以后把手背下 这样子 这样子 跳起也蛮好看的 小徐走了 如果没走我跳一下给她看 也走了 下沉就这个样子 这个装好了 等下拿出去打包